王独之陷逼我扯兵回原 你别怼啊 我还会轻轻地拿 小哥 星罗帝国的未来交给你了 我还没打够 面对五魂帝国 前线战斗越来越吃紧 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天斗 我还没打开 五号 七只万年龙 走吧 难道这里是 龙虎的巢穴 哥 你放心吸收疯狂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你 奇怪 他们好像了解我的攻击 顺利 你们是不是一路跟踪我们 甚至利用曼陀龙蛇 将我们引入巢穴 一直等到哥开始吸收 狂凡时才对我下手 通常迈说 魔虎不是群织本身 喜欢东来东来 但这群魔虎 就一场环境 攻守有限 到底怎么回事 七只 七只 难道是 传闻中和七度三尺的三眼魔虎 我明白了 第二魂境 内护 暴杀发断 帅 终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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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你们平安回来就好 看上去 你们的魂力都有了提升 不错 这三天虽然辛苦了一些 但我已经将莱茵黄的九个魂魂补齐 好天锤也吸收了两个魂魂 小吴也吸收了一只三眼模糊的精神凝聚真没破头 魂力达到了七十六级 前几天 我们在森林里 碰到几个来冰火两眼夺宝的武魂帝国魂士 我担心 他们还会再派人过来 所以我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小三 你真的有把我让你妈妈恢复人行 您放心吧 经过这次复活小五的过程 我对武魂的理解又更近一面了 以我的办法 即便不能马上见笑 也能大幅增快妈妈的恢复速度 师父一知 我们这就开始吧 等等 小三 如果这个办法需要你伤害自己的话 我宁可永远这样下去 这几年 你爸爸把你小时候的事都说给我听了 我们都觉得深深地亏欠你 我们将你带到这个世界 却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你甚至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如果你再为了我有任何损伤 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 妈妈 虽然我小时候 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有母亲疼爱 但我从未因此觉得不行 你们给了我生命 已经是最大最大的恩惠 哪有什么亏欠可言 是啊 爸爸妈妈 你们放心吧 哥不会不珍惜自己的 以后 我们还要好好孝敬你们呢 妈妈 其实这个办法并不困难 我用到的力量也是您熟知的 您只需要畅开身心 感受我传递的能量 尽管能将周围一切的能量 融入体内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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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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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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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